中国河山壮阔 那座城市都可以找到美景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出门旅行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往热门的地方去 在山西静中市有个大院子 因十二年前一部火爆迎平的电视剧而广为人知 这个院子叫乔家大院 电视剧的名字和院子的名字一样 想必很多人曾经像我一样守在电视机旁 欣赏乔之庸的发家使吧 因为拍摄乔家大院 陈建斌和蒋勤勤 还在现实世界里结成了夫妻 虽然乔家大院是山西的文化古迹 在电视剧拍摄之前就在当地小有名气 不过外地人在此之前知之甚少 现在乔家大院的门票高达138元 即使是网购也要130元一张 即便如此 依然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乔家大院始建于1756年 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包括乔治庸在内的乔家数代人曾在此居住过 这座豪华大院 直至日军清华期间才逐渐荒废 乔家大院是点热了北方和院风格 其建筑规模在尽中期限首屈一指 整个建筑群恢宏大气 一些细节凸现艺术趣味 可以看出主人的艺术审美 乔家大院的木雕 砖雕 石雕和彩绘非常精致 其艺术造诣可以媲美 灰州雕刻和潮州雕刻 打破了以往北方豪宅 给游客留下的粗广 而单调刻板的形象 从人文价值来说 乔家大院有很多值得契品的地方 不过138元的高价门票 还是引起多方热议 身边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贵 如 我门票价格定在30元至50元之间相对合理很多 因为像北京故宫 这类世界文明的国宝及景点在旺季的时候 门票也才60元 淡地门票更是低至40元 也就是说在旅游旺季 乔家大院138元的门票价格 可以去2.3次北京故宫 而无论是建筑艺术 占地面积 人文价值 历史地位 乔家大院都无法和北京故宫相比 按旅行团的游览速度 最多1.5小时 就可以关完乔家大院 有的旅行团甚至把时间压缩到一小时 如果对古建筑比较感兴趣 自由行游览 边欣赏边拍照 最多4个小时就可以关完整个景区 其性价比如何 见仁见智 像国内的周转古镇 南巡古镇和西唐古镇的门票都是100日 不过古镇镇区的面积比乔家大院大很多 古镇里也有更多的人文景点 包括各座名人故居 书院遗址等等 而且这几个古镇在晚上和早上8点之前是不收门票的 再来说说红村 104元的门市价 网购可以94元拿下 而且这个门票是三天有效的 不太清楚乔家大院在定价的时候 为何会定到138元这样的高价 其实像乔家大院这样的高价门票不是独立 特别希望国内各大景区在定价的时候 能够更人性化一点